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州访问 习在周五 也就是4月7日 还在他父亲习仲勋一所故居 邀请马克龙与他一起敬下午茶 当然 光有乐情还不行 习一定会奉上大礼丹 这波4月6日 中法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签署农业食品 科技 航空 民用核能等合作双编文件 其中法国的飞机制造商空客当天就宣布 中国要购买法国空客160架飞机 总价值200亿美元 法国空客就宣布 将在天津建第二条生产线 你看 如此乐情 又奉上大礼丹 马克龙当然很高兴 但马克龙此行并不仅仅是为了收热情和收金钱 他还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他和冯德莱恩一起拜见习近平 是要解决俄乌战争的问题 那么习近平在会谈中是否也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答复呢 当然 一 习近平要抛弃俄罗斯吗 据冯德莱恩说 他跟马克龙与习近平会谈结束后 习近平就表示 他愿意在合适的时机与泽连斯基通电话 而马克龙敦促北京 要让俄罗斯要恢复理智 也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 现在该脑袋清楚一下了 让习近平这个知心盟友给他的普京上上课 是否现在该恢复做一个正常人了 你看这个形式不错吧 冯德莱恩说 他提出了鼓励习主席与泽连斯基直接结束 并且为此进行了讨论 他听到了习近平重申 他愿意在条件和时机成熟时 与泽连斯基总统对话 他感觉到这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外交成果 当然冯德莱恩还提醒习近平不要对俄罗斯虚众致命性武器 因为这样不仅违反国际法 而且将会损坏与欧洲的关系 这就是冯德莱恩和马克龙对习近平也画了一道红线 那么中国撇清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吗 好像有些变化 这个变化来自于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 他对中俄关系商无 无上限 无不封领 无止境等等 这一个原则进行了解释 因为在俄乌战争爆发 也就是去年2月24日前几周 普京曾经出席了北京的冬奥会 并在北京的从中方发表的联合公报 宣布两国有意无上限 在俄乌战争爆发一年后 直到今天 中国仍然没有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予以谴责 傅聪就要对此进行说道 他说 之所以中国没有谴责 是因为中国理解俄罗斯关于防御北约的主张 同时中国相信 比起西方领导人的说法 战争的根源要复杂得多 提到与俄罗斯无上限的友谊 他说 这是大家的一个误解 其实这句话仅仅是一个羞耻 至今中国也没有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 也不成了俄罗斯侵占乌克兰的领土 包括对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 他说 中国在战争中没有站在俄罗斯一边 所谓友谊无上限 这是大家的曲解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不与泽连斯基通话 而只跑到克里米亚和普京秀恩爱呢 傅聪说 我们知道大家都在关注元首之间的通话 但是我们习主席太忙了 那也是啊 你看 是吧 从二十大开始把各个党派三头削平 然后开始布局两会把习家军自己的亲信安插进去 这的确是耗时间 并且耗精力 但是他说 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习主席就站在俄罗斯一边 他坚称的通不通话呀 其实无伤大呀 关键是习主席太忙了 至于提供致命性武器的问题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穆里黑安全会议期间 就提出了这个担心 欧盟方面 包括德国 都把这一个作为一条红线 冯德莱恩在访华前这个原则性讲话中说呢 北京的表现将决定欧中关系的走向 所以附冲说 中国现在和将来都不会 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的武器给予支持或者说提供 为什么习近平对欧盟对马克龙这一次出访如此费心呢 其实说起来大家都理解 因为经过他三年的疫情防控的折腾 中国的经济已经是千仓百空了 中国十四亿人呢 你这个每个人一日三餐你可以去算呢 他需要多少钱 你把这个陈诺峰能不能出不去 怎么去发展经济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欧洲的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 固然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也很重要 但是美国人一直在玩脱钩 不想跟你离中国这一套 所以外资每次都在撤离 中美之间的进出口额是在下降 那么怎么拉动中国的GDP呢 是吧 我们说三驾马车 投资 消费 进出口 就是这个三驾马车 现在这个投资基本上熄火 进出口 还是如果欧盟能够维持就可以拉动 至于说消费老百姓没钱了 钱都在房子里 所以说习近平希望能够 改善与欧洲的关系 扩大中欧之间的经济合作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如此费心 为什么得马克龙送上大礼单 实际上也就是跟美国喊话 只要发展经济 我们一样 你就少提人权 少提台湾 我们一样可以给你奉上大礼单 这叫社诱拜登 或者说不叫社诱 叫前诱 大家知道了 在拜登上台前习近平召集 因为这老拜登他是建制派 他不像川普 川普来说没什么谱 今天跟习近平关系 铁哥们 明天翻脸 所以他没什么谱 而拜登是非常明确的 对华政策也是非常强硬的 他觉得这老头不好忽悠 所以抢在拜登就论前 与欧盟要签署中欧投资协定 这是个大单 但是由于中国的欧盟一些议员 和一些NGO组织 因为他们谴责中国 在新疆维吾尔人地区的种族灭绝 所以给予了制裁 这样直接导致中欧关系降到了冰点 所以说习希望通过这一次接待马克龙 能够改善 实际上前不久他已接待过 德国总理输了辞 那么第三个要说的就是风向突变 俄罗斯要排除中国的调停吗 俄罗斯克里姆利公也表示 他们非常关注习近平与马克龙的对话 与冯德莱恩的会谈 表示了中国应该不会改变对俄乌冲突的立场 克里姆利公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在周五就强调俄罗斯与北京有丰富的关系 当被问到俄罗斯是否担心欧洲会说服习近平 改变对俄乌战争的看法时 佩斯科夫说了中国是一个严肃的非常强大的大国 拥有自己的主体地位 这不是在某种外部环境下迅速改变立场的国家 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在习近平表示 准备与乌克兰总统哲联斯基通电话的 同一天克里姆利公就公开的排除了 中共调停俄乌战争的可能性 同样是佩斯科夫4月6日对记者说 当然中共在调停有着巨大的潜力 但乌克兰的局势很复杂 没有政治解决的前景 并且就目前而言除了继续进行特别军事行动 我们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这好像意思就是说你中共老习你就别参呼了 我们这个该打还是打 那就感觉到跟过去说的不一样 是不是中共和俄罗斯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或者说俄罗斯普京认为你跟马克龙秀恩爱干嘛 是吧我们都说好了 你突然现在变卦了 所以你不可靠 我们要跟你划清立场 要跟你说清楚 那么我们就要分析 第四点 事实真相如何 我的看法是 应该说马克龙包括德国的术尔茨 包括欧盟领导人访问 还包括之前的西班牙的总理访问中国 其实都是在给习近平踢鸡 也就是让习近平给中国人看 你看我们二十大以后我全力稳固 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万国来朝啊 你看都对我们中国不含糊 这是习近平要的面子 理智呢 理智是经济现在一落千丈 你想啊你要整死经济那很容易啊 对不对 你要让他复活 那这个事就很难了 因为冰冻三尺非一而之寒 你封空也封了三点 那经济怎么可能马上起来呢 同时你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也不建立法治 那外资也不敢来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急需通过提升跟欧盟的关系 来改善中国的促进 但同时他是不会改变的 原因就是我说的第一点 就叫兵不厌诈 因为现在欧 美国指望不上 美国已经把你看得很穿了 基本上 不断的出台对华法案 把中国看得非常的清楚 谁能改变呢 应该说中美之间呢 已经爆发了冷战 但是呢 老习仍然来想 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呢 我打一个鞋子进去 我可以理解你们的关系 你东方不量西方量 我可以跟欧洲保持关系 因为毕竟在欧洲在过去的十年里啊 欧洲盟的贸易利差已经超过 或者说已经变成之前的三倍多 去年已经达到四千亿欧元 所以中国不能放弃这个市场 但是同时中国也不会放弃俄罗斯 这就是西方人要理解 习近平的思维 就需要借助中国的工具 什么工具呢 生子兵法 生子兵法就说了 叫兵不焉炸 既然是两国对立 两国兵龙相见 这个时候啊 什么诈数都可以使出来 同时呢三十六计也说了 就是对欧洲可以用 孙子兵法兵不焉炸 对俄罗斯三十六计说 民修战道是暗度成仓 历山书说得很清楚吗 我们要彻底 所以说该提供的物质也要提供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呢 可以用中国的老子道德经 里面就说了一个道理 叫楼落胜刚强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不得不改变他的身段 他就把邓小平韬光养晦的东西 把它也要用一用 大家就说不对啊 这习近平的性格很强硬强能啊 他怎么会 他根本就看不上老邓的那韬光养晦 认为太窝囊了 他现在世界领袖 其实大家不了解习近平 习近平如果不懂伪装术 他根本就活不下来 你想那时候江泽民曾庆红 把习近平扶作为储君 多少眼睛在盯着他 稍有不胜就有灭顶之灾 所以说啊 这个习近平把自己装扮成 卢卢勿为 没有什么思想 一个混混 这样呢 就让老江 你想老江的眼睛多 就是眼睛毛都是空的 是吧 在江湖上走江湖的人嘛 看得很清楚啊 老江把美国都骗得一论一论的 2001年中国为什么能够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 不就是911后 啊 当时蓝联盟大使馆 美国轰炸 还没有问题 没解决老江迅速转向 倒向美国 啊 就赢得了美国人的好感啊 是吧 所以你想你一人把老江骗了 那你的演技是何等的高潮 所以习近平可以说装孙子 也装的是唯妙唯宵 大家不要以为 其实这就是强能 他之间他身上的复杂性 啊 所以说 习近平这个时候 需要柔弱胜刚强 啊 我跟你这个欧盟 讨近乎 我跟你 啊 我甚至通过附冲说 我们都可以把那个东西 啊 制裁可以先给你解除了 没什么问题啊 是吧 解除完了后 但是呢 你还把跟我把那个协议签了 啊 你们手 你们有七月精神 我没有啊 你们签了你们就会对线 这是老习的算盘 第二个呢 就是要说 其实延续我昨天说的话题 就是要读懂习近平的魔术 变与不变 变就是不变 不变就是变 啊 射就是空空就是射 射空空射 大概就是一个说法 老习的变 老习的变 是为了不变 不变 是为了变 哈哈 就是这么一个闹闹闹闹闹口令 简单的说法叫俄乌关系 啊 老习是不会改变的 啊 变的都是浮云 皮毛 本质 不会改变 为什么不会改变呢 大家要知道 其实两招就可以看懂啊 第一个就是3月23号 习近平离开克林姆林公司 对普京就说了一句 意味深长的话 百年世界未有大变局 已经到来 我们要共同应对 普京说 统一 什么意思 中俄形成邪恶中心 中俄事实上已经是盟友了 所以在这种变局 这个变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简单的说 你 普京有你的帝王梦 你要去攻打 我可能我支持 我要统一台湾 啊 要形成成为中国统一之父 你也要支持 我们兄弟啊 相互支持配合 来颠覆 二战后 建立在自由民主计则上的国际秩序 我们要让这个世界啊 知道强权及真理的道理 这就是他的所谓 世界未有之大变局 既然人家都是盟友了 你怎么还会设想 你说他会改变呢 甚至很有可能啊 老习通过秦刚跟俄罗斯的外长进行了沟通 就说哎哥们 这个马克龙要来啊 这个中国跟俄州的关系 啊 贸易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能丢了这一单 所以我们会说一些话 你们呢 也不要太担真 啊 我们之间的友谊 你牢不可破啊 这个叫 古诺金康啊 那个 苏联外长说 哎呀没问题 个人没问题 你你就搞吧 我们都是 你轰隆 我轰隆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嘛 所以说呢 吴菲演了一场戏 啊 什么 在合适的时机 与哲联时机 什么为合适的时机 就是普京撑不住了 啊 这个时候他 要老习打个电话 说呢 克里米亚我们也不要了 啊 顿巴斯啊 几个独立地区 我们也不要了 啊 我们赶快撤兵 你一下别攻打莫斯科了 那就完了嘛 所以说 老习话中有话 啊 他无非是要糊弄 然后至于说呢 给了这个 订单 啊 一百 这个两百架飞机 一百二十架飞机吧 这个东西啊 怎么说呢 中国有自己的飞机啊 大飞机C919吧 啊 但是中国的飞机第一次起飞了就出问题了 啊 他进行商业飞行就不能飞了 原因是什么呢 有问题啊 你想啊 你可以坐飞机的座椅啊 做一些基本的东西 但是发动机 但是发动机 当然发动机本来是从美国买的嘛 还有一些精密的东西啊 你达不到那个技术 西方人也不会给你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飞机你是飞上去了 但是 有问题 那怎么办 还是要买嘛 中国的航空业这么大 啊 说就是马克龙啊 吃了 喝了 还拧走 带一包 啊 目的呢 我们赶快 跟欧洲啊 簽合同 启动 我们的协议 最起码不要破坏 我们的经济 然后转脸 就跟俄罗斯说 兄弟哥们 这是我们的 韬灰之略啊 所以说 这是第一个 可以识破他的骗局 你就已经是盟友了 百年未有之大骗局 这么大的历史史 使命你会改吗 第二个骗局 识破骗局 就是台湾问题 老习在台湾问题上 他是露出了破证 相对于俄乌战争的放火 放软 对台湾问题异常的强硬 在六尔 冯德莱恩 马克龙 与习近平进行的三边会晤后 冯德莱恩表示 他会谈时提出了台湾问题 向习近平表示 使用和威胁 使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 不能接受 但中国官媒是怎么报道的呢 说习近平说台湾问题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浪布 那是痴心妄想 你想啊 台湾问题 对不对 什么叫浪布呢 你想统一台湾 台湾也可以统一你啊 对不对 按照马英九说的都是中华民国嘛 一个是这边一个是内边 同时你想统一 必须征求2300万台湾人民的愿望啊 人家同不同意呢 你一个独裁专制国家 言论自由也没有 经济现在要垮成这样 那人家看不上你 看不上你 你就可以用军事武力去杀人 那你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了 你如此的思维 那么你怎么还能指望他会遵守契约 还会遵守什么 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他所谓的中立呢 所以说啊 基本上这就是一个骗券 为什么老习要使用这个骗券 因为觉得西方人好骗呢 其实你要是再来到西方啊 你会发现这西方人真的好骗 为什么好骗呢 因为西方老百姓他有宗教信仰啊 他从小就会教育你 不要说谎啊 不要欺负人家呀 所以他跟一个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 他都是一种善意的目光和想法 他只是觉得最后你发现你不对劲 他就开始认真了 最终跟你贴上商标 那你基本上人家就不跟你玩 就觉得你是个奈儿 也就是个沙皇者 道德低下者 人家就不惨你 所以这个问题啊 其实一样 因为中国已经骗西方从毛泽东时代 骗尼克松开始 一直到邓小平时代 最后延续到今天的 五十年 已经骗了足足五十年 最终中国进入WTO 经济腾飞 然后马上变脸 要与美国掰手腕 要成为世界领袖 这不就是一个结果吗 所以他说我既然能骗你五十年 那我还可以骗下去啊 你美国骗不了了 那我骗欧洲啊 是吧 所以你看看欧洲 其实欧洲有很多人对中国 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就像个围城一样 啊 中国人里面的人呢 要论出来 又看懂了习近平 围城外面的西方人 他他不懂啊 他觉得 哎 你就像西班牙总理和巴西总理一样 你觉得哎呀 这个中国可以扮演和平的角色 我们应该支持中国 他都很善良的一种想法 或者说 你可以说他有点赖意 也就是有点天真吧 但是呢 我们要说 当西方人一次上当 两次上当 纷纷跟你接触以后 他慢慢他会明白 你是不可信赖的 这个事情 走到那一步的时候 其实你再演怎么演都没有用 所以说呢 同时西方人其实早就见死了 在孟晚舟世界 人质外销世界 就说得很清楚呢 当时出现了这个孟晚舟被加拿大控制 老西一发飙马上抓两个加拿大人 那这现代社会能这样做吗 人家是无辜的呀 哎 中国外交部说 不是我们不是随便抓的 这两个人就是刺探中国机密 犯罪分子 证据确准 并且法院对其中一个还判了 当孟晚舟回国的时候登上飞机 这时候老习也不顾了 马上要人放人从监狱里滴流出来 就压上了飞机 那你凭什么法律程序是什么呢 没有这些什么程序 啊 法律嘛 是管老百姓的 能管得上中共老习吗 所以说慢慢的西方人也看懂了 所以当西方与中国撕破面杀 强硬对抗的时候 中国的战狼就会露出他的鸟牙 好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 山下 山下 的 沙神 山下 也 老百姓 三 山下